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刘海 也不要打孔 配合定制的摄像头同样也实现了超高的屏占比 它的边框和BM区域控制一如既往 即便是四角的弧线部分表现依然优秀 个人认为这样的屏幕解决方案 美观程度实际上是要优于打孔屏或者刘海屏感 6.2英寸的AMOLED屏幕分辨率为R32x1080像素 支持DCI-P3色域 这块屏幕的触控采用率提升到了160Hz 在显示刷新率不变的情况下 触控响应会更加跟手一些 另外依然保留的立体声双扬声器让人好感倍增 魅族16S Pro背部依然选用玻璃材质 在仅有166克重量的情况下 背板的微微弧度配合铝合金亮面的抛光中框 手感非常舒适 不过数字三摄靠在一侧的设计还是见仁见智 为了将6颗LED环形闪光灯整合到摄像头外围 整个摄像头模组的宽度又有加宽 还是会显得有些突兀 我们这一次拿到的是黑之秘境和梦幻独角兽两个配色 这个黑色比起上大的探险纹理更加纯粹一些 梦幻独角兽的配色则是会在光线不同的角度下 呈现出类似珍珠上的温润色泽 相比单纯的黑色更高调一些 其他细节方面 魅族16S Pro采用Type-C数据接口 SIM卡槽位于底部支持全网双卡双带 另外这款手机并没有3.5mm耳机接口 那如果说腾出来的空间用于M Engine 3.0的线性马达 我觉得挺值的 毕竟这种接近iPhone的优秀震感反馈 确实是安卓世界少有的 我们手上的这台黑色的16S Pro安装了Flame 8的内侧版本 在任意界面下都能调出的小窗在回复消息时非常便利 尤其是在横屏模式下 小窗能够有效地避免对用户正在进行中的活动的打扰 微信同样的副窗能够快速切换对话框 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新功能 Flame 8中的夜间模式也不再是实验室中的应用 全局夜间模式的原理似乎是将全部应用中的底层贴图全部反色 虽然影响不到比如淘宝中的这种产品图片 但是覆盖范围依然很广 白天看起来这个反色会有点怪 但是在全黑的环境中至于互不互演不清楚 但视觉感受确实还是不错 在将Flame 8的这一台作为主力机体验的几天当中 它的整体流畅性还算不错 但基于目前使用的内侧版确实是有一些槽点 参与内侧需谨慎 首先是这个不尽如人意的指纹解锁速度 会时不时出现解锁速度慢半拍的情况 在收支按片的时候更容易出现 另外由于是光学指纹识别方案 在网上用的话 虽然夜间模式的确会让解锁亮度稍微减弱一点点 但还是会挺谎言 其次测试版中的一些动画效果会很突兀和卡顿 尤其是在启动APP后迅速切回桌面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卡顿和动效不流畅的情况 另外从APP切回桌面时 有时候会出现应用程序图标突然消失的情况 虽然不影响使用 但是心里还是不太舒服 考虑到Flami 8的正式版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目前的状态其实也可以接受 希望正式版的Flami能够做好优化 保证一致的流畅性 避免突发卡顿 然后我用了一天搭载Flami 7的Mizu 10S Pro 明显是比Flami 8要流畅的多 性能方面 Mizu 10S Pro的核心升级选择显然只剩下了 骁龙855加 升平板的核心比起之前的性能 大概有15%的提升 实际上在除了跑分以外的一般应用场景 这个提升不会很明显 GPU方面的升级也是同理 在市面上支持Valken图形接口游戏 很稀少的情况下 落实到用户实际体验上 也不会和855有太多的区别 不过这都2019年下半年了 没个855加也不好意思当旗舰不是 具体到游戏方面 框野标收酒最高画质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能保持在流畅的高帧率上 不过在一些下雨宁静场景中 会出现明显的帧数下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魅族16S Pro的温度控制还算不错 长时间游玩之后 背板温度能够控制在40度附近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3600毫安时的魅族16S Pro 表现还不错 在屏幕亮度最高双SIM卡带机 并连接WiFi的情况下 使用bilibili客户端观看720P分辨率 并半屏密集弹幕的视频 30分钟耗电5% 最高画质下合并基因30分钟耗电14% 最高画质下王者荣耀30分钟耗电14% 最高画质下矿液标车9 半个小时耗电27% 以上的各个项目 可以在大家原有的手机上进行复现 以对比耗电量 在作为主力机一整天的使用之后 魅族16S Pro从早上8点半用到晚上9点半 期间亮屏使用大概6.5个小时 在没有游玩游戏的情况下 电量从100%掉到9% 满足一天的正常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前提是你不玩大型游戏 充电速度方面 魅族16S Pro支持24W的MX2快充 开机吸屏状态下 实测10分钟 能从1%充到23% 充满一共需要80分钟 摄像头方面 魅族16S Pro搭载后置三摄 除了带光学防抖的主摄 还有一颗超广 还有一颗长焦 长焦端显然是被魅族限制在 光线非常充足的情况下才会启用 即便是阴天下的话 16S Pro也会将二倍变焦的任务 交给主摄画面裁切 这样张是我先将取景况 对准蓝天触发长焦镜头 然后再迅速切到花朵上才完成的 稍微一有之一 这个镜头会立即切到主摄上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主摄裁切的画面 也的确会比长焦直接成像要好一些 具体到主摄的成像素质 初边的色彩精准 而且偏真实 白平衡也是相当准 在智能HDR的帮助下 大光比的场景也能实现不错的动态范围 双核对焦速度很快 不过在点过快门后 稍慢的成像速度有待提升 弱光下的触片率 在防抖镜头的帮助下不错 再配合夜间模式的多帧降噪 夜视仪不至于 但是效果还足够令人满意 其实综合看来 魅族16S Pro是一款 在各方面都精益求精的手机 也是目前摆脱 刘海屏和打孔屏之外的最优选 正式更新到 Flame 8的魅族16S Pro 表现值得期待 但是有一点 如果说这就是魅族的年度旗舰呢 我觉得可能还稍微差点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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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